2022年布达佩斯游泳式锦赛还在进行中,而在赛事进行的同时,传来一则不好的消息,国际泳联证实,迄今已有8名运动员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呈阳性。 后续,国际泳联官方表示不会公布具体信息,但澳大利亚队的官员证实了,8名感染人员的其中一人是该国中长距离明星帕利斯特。 报道还称,一名澳大利亚队官员也检测呈阳性,目前正在隔离。 近来,澳大利亚代表团在赛场内外的行为反常,本来没有戴口罩坐在看台上的澳大利亚代表团突然就戴上口罩。 官方的报道很好证实了他们为何行为那么反常,澳大利亚人害怕被传染。 要知道,澳大利亚参加本次游泳式锦赛的运动员有很多,一旦传染传播开来, 对其他所有选手都是一种潜在隐患,这是急需去注意的。 而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需要格外小心,自疫情爆发至今, 中国体坛每一支国家队外出比赛都是艰难的,因为海外和国内的防控政策不一样。 不久前,中国南排在菲律宾出战世界南排联赛,中途遭遇队内大面积感染, 导致对阵法国南排的比赛只能弃全,经历五天的隔离治疗才恢复健康。 此番布达佩斯式锦赛出现的突发情况,中国游泳队需要好好注意,不能马虎。 除了游泳式锦赛之外,中国体坛其他所有国际比赛的队伍, 外出比赛都会遭遇疫情的严峻考验, 所以运动员们每一次海外比赛都不容易,需要给他们送去致敬。 本次布达佩斯式锦赛,比赛时间需要到7月1日,游泳项目赛事之后, 还有跳水比赛,赛事时间剩余还有一个星期, 仍旧会有大量运动员留在赛区,所有运动员都都需要注意防护。 而中国跳水队是届时跳水项目的主力军, 梦之队有多位运动员会出战,到时候受到的考验会很多。 其中的运动员就包括备受关注的新科奥运冠军全红缠, 红姐是首次出战市锦赛,个人还想冲击拿下二枚金牌, 会在26日出战女子10米单人跳台项目,和陈玉希一角高下。 后续全红缠还会出战双人项目, 从26日开始比赛,直到7月1日结束,前后总计6天时间比赛。 运动员外出比赛自然主要是冲击好成绩, 但大环境影响下,希望全红缠需要先保护好自身安全, 一切以自身健康为主,生涯还很长,人生还很长, 一介式锦赛比不上整个生涯。